大家好 又是專業見言和大家見面的時間 過去幾集找個不同的朋友和我們聊天 今天找一位真是另一個身相識的好朋友 她是哪位呢 可能大家一說的名字 或者看到樣子就可能很熟悉她 她是吳幸美小姐Amy Amy現在在無線電視台裏面是一個藝員 她本身也是每晚東張西望的主持 可能很多朋友在過去這麼多年裏面 都見過她的演出 Amy為何會請她來 我好得到你朋友沒有請她 因為Amy是一個很真的人 她很勤力 很謙虛 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都見到她是會仰望值錢 她這種精神我一向非常欣賞 特別在一個80後的朋友裏面 她做到這樣 我想那種幹勁和執著 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下的時間 就聽下我和她聊天 希望給大家一些啟發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再見面 今天在專業見言這一集 我請另外一個好朋友Amy 吳恆美小姐 Amy 多謝你今天來 你好 Dr.Chan 多謝你邀請我 我今天為何找Amy來呢 如果大家有看開電視 一定在很多不同的節目 都見過Amy的演出 我自己認識Amy 都在這幾年的時間 我找她今天來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有活力很正派 非常好的一個女藝人 那我每晚都 因為她去看這個東窗西網 那我發覺她是很 真的很專業 因為她每一次出來講話 訪問都達得出那個 的宗旨出來 那我今天呢 我其實這個願望等了很久 因為終於是有人訪問一下她 那Amy 不如這樣 我第一個問題問你 就是問你 你如何入行 是 那首先呢 我就要多謝 Dr.Chan 因為我平時很少被人訪問 大家見到我呢 通常都是坐在這裏訪問人多 所以今天呢 都是我第一次接受別人的訪問 多謝你先 那說回我的入行的經過 其實我也是選香港小姐入行的 那就是03年 那年剛剛就是SARS的時候 因為剛剛畢業 有一段暑假的空檔時間 就膽粗粗去參選 那怎知道又入圍 然後呢就順理成章 進去無線那裏做 一早就做到現在了 那其實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都是一個 可以說 一個長期服務TVB的員工 因為我已經在裏面做了八年 賣掉高白 對呀 不如這樣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的 我們外面的朋友 很多時候都對選美 特別香港小姐 給她是歷史悠久的選美 是特別多感覺的 不如你又說給我們聽 當年選美其實都幾害怕的 剛剛畢業 就去選美被人看著 又穿泳衣 不如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時有什麼有趣的事 或者特別難忘的事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也都幾特別的 參加香港小姐 因為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裏玩 以前讀書的時候 從來都未出過去外國 我第一次出國 就是因為選港者 去到泰國布吉那裏拍攝外景 就是算我人生 第一次搭飛機 和第一次去到外地見識 所以就是一個很難忘的事 其實選港者 其實都很忙 每一天 由早6點便要起床 一直排練 排到晚上 可能9點10點才完略 是全日 那麼長時間 排練 維持了多久 三個月 選的時間 剩九十幾天 是啊 其實每一天都要不斷去排練 去跳舞 學禮儀 走Catwalk 很多不同的事情 還有要拍攝一些節目出街 給人看 其實都幾好玩 對一個 那時做一個十幾歲的小朋友來說 是幾興奮和幾開心的事 那時一定有很多周刊 很多人訪問你 我們每一次 今天專業建議 我們不要說社會事務 先說大家想知道一些有趣的事 好啊 很多八個新聞 每次選港者 又說這個又哪樣假 哪樣真 又被人什麼過 其實是否做一個參選人的壓力都很大 我們不要說真還是假 感覺是怎樣 當然一定會很大 一來又要面對很多不同的排練 很多的拍攝程序 二來又會有些記者朋友去訪問你 其實我覺得壓力一定有的 因為可能有時候 你在答問方面 未必會是答得很好 都會自己有點緊張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面的事情 因為可以給你趁早去認識到一些要面對的事情 學到去應對 有時候對我們現在 即日後出來做事都會獲益良多 因為在你可能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你要面對這麼多不同的事情 而你又懂得去化解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不如趁你今天平反一下 剛才你已經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當日有時有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不如你今天趁今天 假扮一下這麼久的事 當時有些傳聞 不如和我們分享一下 有說是真還是假 我們都會認識你更多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負面的傳聞 大家翻查一下紀錄 我就非常之正面 真的沒有什麼負面新聞 但你可能你所說的話 是其他界或者是不同的 我想說你 我就真的沒有 我就說不到有些什麼負面 頂籠都是說我吃東西吃得太多 真的嗎 那是真的嗎 被人拍到在泰國拍外景的時候 拿著碟東西滿了 好像在山一樣在那裡吃 第一次吃自作餐 是的 就是下午的時候被警察拍到 接著就拍了出來 在雜誌上播出來 拍了出來 但都沒有東西 我覺得吃得是福 不過我都吃得很有儀態 算是 不會抹大口 那時候好像你和我提過 我不記得了 初初認識你那時候 你也是一個小熱門 少少少熱門 那時候我又不覺得 但身邊朋友說 你都OK 有機會 我都是平常心 一直都是 壓力嗎 壓力嗎 很有趣 選的時候沒有壓力 但臨到選完了 之後反而就會覺得 鬆了 鬆了 選的時候不覺得有壓力 那你對結果 覺得合不合理呢 真的可以跟你講 結果 賽果覺得合不合理呢 賽果也合理 因為我當晚自己表現得不太好 為甚麼 給你機會講 當晚不太幸運 為甚麼 因為其實是挺克制的 為甚麼 選決賽那天 我便在全製作演唱會 便滾了樓梯 剛剛八點鐘 為甚麼會滾呢 可能太缺了 因為沒有這些事 我們大家都很團結 但因為我們穿高跟鞋 選美要穿五六寸 變成全天我都要穿高跟鞋 去rehearsal 走來走去 是很累 是很累 我剛剛抽到帶後官 戴完之後 不知道是否太興奮 還是太累 下樓梯的時候便滾了 滾多少級 一層樓那麼高 在台上滾了我去 滾幾高 是呀 然後爛了一件旗袍 都被我扯爛了 然後損了手腳 你是頭人蚊跌失 還是自己滾腳 其實是滾一滾 因為你知道 台那裏那些木板 可能有些釘是隔開了 我滾一滾 不小心滾下去 有高跟鞋 幸好沒事 幸好沒事 但其實媽媽都在現場 見到就很擔心 就立刻說 不參加了 我要退選 那當然不行 八點鐘已經損了 那時都已經五點多六點 那些時間 我明白 那天堅持下去 那天晚上就繼續 負傷地參選 那怎樣 流血那怎樣 其實都是 都痛過 是呀 都有一些保安幫我消毒 那些傷口 接著就在那裏損的傷口 腳那裏再塗一層遮瑕膏 再塗粉水 那就是當晚 多不多人知道這個插曲 其實不多 因為我那時 拍攝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人惹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 港姐 保母 都沒有記者在場 所以都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我現在這麼多年之後 才說出來這件事 我問你 如果當晚 當晚你真的如果是沒有鐵親 是 表現應該會少了些壓力 你猜結果會不會改寫 我覺得都會 因為自己的能力 其實可以再高一些 但是因為那天傷了 其實都 身體又痛 那身體更加痛 因為你選美 當然要選最美的一面 那我身體又花了 那自己心理眼 就覺得好像有少影響 那自己都擔心 父母會擔心的 因為她見到自己的女兒 跌了我樓梯 看著她滾我樓梯 當然會害怕 不過我都跟她說不用害怕 媽媽我長大了 我很堅強 今晚我一定會參選這個決賽 我辛苦了三個月 都是為了今晚 怎會在這個時候 就停下來 這麼快的氣餒 這個選美的活動 不僅是選外表的美麗 其實也是選你的智慧 以及你的心底 這兩件事 大家都知道 香港小姐 就是美貌與智慧並重 外表 除了重要之外 也要靠智慧 所以我在問答的環節 表現 都算突出的那晚 很多人 到了今時今日 都記得我當晚 回答問題的事情 那條問題是 當晚最難回答的一條問題 我覺得自己 可以挽回不少的分數 在那裡 Amy 如果聽你這麼說 做一個藝人 其實可能在自己天生也有本錢 聽你這麼說 難怪你在這個圈裡 到現在都是這麼多人 都會見到你 你太客氣了 當日很多朋友都見到 選過很多的不同的比賽 有很多朋友的機會 可能他未必會選擇留下 或者想選擇留下 也未必有機會留下 沒錯 其實可能就是你這個性格 還是你還在今天 在這個圈裡 都不出機會 其實都是的 就是我有一份堅持 自己 我覺得失敗不要緊 最重要是 懂得站起來做 好像 那不是真的站起來嗎 是的 就是站起來 我不會放棄 我覺得 你如果放棄 就沒有機會了 你不放棄 還有機會 你還有跑贏的機會 是的 Amy 剛才你自己說出來 你說那晚問題問得很特別 我記得這件事 我初初認識她 她也問你這件事 因為每個人見到一個 選過香港小姐的美女 很遲問這些問題 她當天告訴我 她問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會給你說呢 我好像聽過 不如你 由你自己親身現身說法 當時問的問題是什麼 你怎樣回答 好嗎 還記得嗎 記得 很深刻 因為這條問題 我覺得這麼多年 香港小姐裡面 都算是最經典的問題 其中一條 因為通常 大家看過 選港者的時候 問題都比較正面 可能問你時事 比較大路 比較時事 民生 問你對香港怎樣看 對特首怎樣看 可能會問這些問題 但當年我的問題 比較特別 因為她的問題是 現在有三套電影上映 你覺得哪一套最賣了呢 第一套就是 鄧少專訂阿媽下火車 我想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留意娛樂新聞的節目 大家都知道 鄧家增產這件事 另一套就叫做 《張小偉之我老婆不是人》 因為當年 B哥哥跟張小姐 在婚姻上 觸礁 繼而有些事情發生 大家都有留意的 都知道 第三套電影 就叫 《王下偉之見鬼》 《王下偉之見鬼》 我問這三套電影哪一套最賣了呢 志偉哥哥問我 其實我當時 第一時間就想起 哪一套最賣了 我想是 張小偉之我老婆不是人 為什麼這樣回答呢 我就說 因為她是女神 即是一個完美的女神 因為大家都看到 張小姐她的外表 就是很美 身材很好 樣子很美 我覺得 從外表來看 她都是一個 男士心目中的女神 我就說 可能吸引到很多 現在所謂的宅男去看 當時沒有宅男 可能吸引到很多 觀眾可能會去看 大家都喜歡一些美的東西 可能去看一套 美的電影 美人美景 我就回答這套最賣座 志偉哥哥就說 應該不是 是我老婆是 溫神 不是女神 她很快 大家都知道她是電堂級主持 當然是快 她說話 她說 為何你覺得 王夏慧見鬼不賣座 我就說 王夏慧見鬼 為何不賣座 因為人們都不想看 進去都被嚇勻了 哪有膽去看 我就這樣說 全場笑得很開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都算答得都OK 不過不實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這些 突然間她這樣問 我自己第一時間 就是這樣回答 我覺得 有少少稀少露罵 那個感覺 那她搶會不照分數 那個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自己答完之後 大家有反應 都應該不差 我都盡了自己的能力 因為自己的能力所限 就可以回答到這樣為止 我記得每一屆講者 通常以前的講者有三十名初賽 到二十名初賽 二十名初賽 十二名決賽 十二名決賽 你好像去到很問美 你下次先 是啊 都成績很好 都是的 其實去到最後那幾個 都算是 是 叫做還了自己的心軟 入到最後那幾強 已經 叫做 叫做 不差 那些成績 但是 可惜 當晚自己 因為 自己其實都痛 走路有少少 我自己知道 因為都沒有辦法扭傷 那時候 叫做 不是那麼 完美 是一件遺憾的事 可能真的 如果當日 沒有發生 跌落樓梯 這件事 都自己的成績 會更加好 不過我覺得 其實 現在想回 選美又沒有這個名次 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 之後你怎樣走 你自己的每一步路 你自己的前路 都是你自己掌握 你有名次當然是好 沒有名次也不需要介位 好像鍾楚紅姐姐 他都沒有名次 但是他都一樣 現在都是別人敬重的一個前輩 亦然都是這麼容光滿發 仍然都是這麼漂亮 在 這麼多個香港人的心目中 鍾楚紅姐姐都是一個 無論是內在外在 都是一樣這麼漂亮的女神 我覺得 都是一個目標 雖然我沒有她這麼漂亮 也沒有她這麼有智慧 但希望有朝一日 在每一位香港人的心目中 都會記得 不幸美 答得很好 是嗎 我不知道怎麼再放下去 你這麼客氣 不過呢 剛才你剛剛在說 為什麼我猶豫了 不知道問什麼問題 嗯 因為其實你今天 我想起香港今時今日 真的很多小學生 是因為可能被青山記了一個大個 嗯 然後他選擇了一條北歸路 嗯 想起如果你說要是 好像Amy當日 回想一下 如果你是逆地而處 他是要有熱門人馬 差不多要退出 但是他再熬一整晚 說就容易 你要真的痛一整晚 是啊 那麼他都去熬一整晚 到下回來 到今天 其實那份堅持和執著呢 嗯 只是我經常想推給大家的 我們香港很多的朋友 都有這種精神 嗯 因為真是你那個 遇不到的 嗯 說真的呢 就算你剛才贏了 是否今次一年會好些呢 那又未必 所以說呢 我們應該要借這個例子 去提醒我們大家 嗯 就算有少少的失敗 可能 令到你將來更好 都不知道 沒錯 少少苦楚等於激勵 是 真的 這件事 我們在下一節回來 再和Amy更加了解她多些 好了我們第二個階段回來了 又和Amy再聊一會 是 Amy 剛才第一部分呢 我們講到你是怎樣入行 是 你又在選香港小姐那時候 有趣事 嗯 不過講一下現在 是 很多朋友都覺得做電視 是一個很新高良準 又見盡美男美女 又賺很多錢 又買房子又買車 就拍很多好電影 做大電影明星 嗯 其實是否呢 無可口非可以這麼說 在娛樂圈有部分人是很成功的 他可以 哇 拍一套戲賣一層樓 或者是 搶一首歌 已經是可以買多一架車的價錢 那 其實 我覺得 在娛樂圈呢 都是要努力和加運氣 那 譬如機會擺到你面前 那你自己如果不懂得爭取 不懂得去運用的話 就會流失了 那當然 其實在電視台的競爭是非常之大的 是 有七百幾八百個藝員在 有很多藝員 有很多藝員 給大眾認識樣子 或者是你叫得出名的那些 可能得很少部分 很多的在後面 輔助一班 小生花彈的一些綠葉所謂的 做了很多年都未必會有人去認識 你今天出街 你做了八年 是 多不多人認得你 拓賴真是很幸運 有東張西網 這段時間 都是別人吃飯的時間 一邊看一邊 看到我報導一些消息 給大家看 變成都有人認得出 真的會喊我 有人跟著你 在疫情上 沒有 街坊都很友善的 看到我就說 是否我常常看你 真人比上鏡 通常都是這句 我都很開心 好像見到一個朋友 雖然我隔著電視 去見不到你 但我如果在街上見到你 你不妨過來跟我打招呼 我都會跟你說一聲Hi 或者聊兩句 不如這樣說 Amy 有時我見到她 有時是淡妝一點 有時是 訪問 特意為我穿得這麼漂亮 她是認得到的 完全差得好笑 有時有些 有些人說 這個真是那個 那個做電視 這樣不一樣 所以 你見到她 你即便跟她大聲招呼 是的 我平時五花妝出街 都幸運有人認得 其實都 很多朋友都很好 走過來 你做主持做得很好 其實一句這樣說話 我已經很開心 因為證明了我這麼多年的 努力沒有白費 你現在正是做主持 其實在電視台 我們一般的電視台 打算是拍電視劇 做女主角 女配角 或者做路人格 路人月 有主持 你有沒有試過那方面的工作 劇集當然有 我想如果大家是TVB迷 都會有留意過 以前都拍過很多電視劇 以前拍過《人間蒸發》 《佳大歡喜》我都有拍的 不過就是《佳大歡喜2》 我只是客串 我這些老人格格式 但我都可以客串幾十集 我客串了幾十集 在不同的集數 做不同的事情 做大吐婆 做人媽媽 做尼姑 突然間做 尼姑也做過 是的 我做很多角色好玩 真的 我們行內叫做黏波膽 即是把肉色的一塊皮 黏在頭上 變成乾頭 就叫做黏波膽這個術語 不如這樣 講我這麼多 難得抓到你上來 教一下我們的朋友 這些行內的術語也好 我先切一下 黏波膽 剛才叫遮瑕膏 這些不是術語 很多少女女士們都知道 黏波膽就是行內的說話 因為如果要扮和尚 要扮尼姑 或者要扮光頭露 都可以黏波膽 就是把一塊東西 蓋上頭上 接著就黏了些膠水 在那邊 再油些遮瑕膏上去 這樣就變成一個和尚 會很有趣 其實 大吐婆怎麼扮出來 大吐婆 我們會有個專用的套兜 有一個好像枕頭 但不是枕頭 它是專用 有條背帶扣在後面 我們會扮大吐婆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拍劇很開心 古裝又有時裝又有 古裝又有 古裝又有很漂亮 古裝是甚麼季節拍 因為 有分別的 當然有 因為通常 真的不知為何 拍古裝通常都是夏天拍的 拍一些夏天的電影 通常都是冬天拍的 不知為何 很冷 是 薄紗 真的很辛苦 如果拍一些古裝 要在夏天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古裝很漂亮 一層層 很熱 還未走出去 已經全身寒濕了 還要拍這麼多集 挺辛苦的 冬天拍夏天戲 冬天十度 十二度 那些時間 我們要穿著背心吊帶 在街上走街拍 或者要跳到水拍戲 是啊 都挺辛苦 不過我覺得 這件事可以表現 我們藝人專業的一面 因為我們不怕這些辛苦 大家都見到 其實很冷的日子 我們都會 導演說要跳 我們馬上跳到海了 不可以說不 我覺得不可以說不 是一樣 第二樣 你是專業 你怎可以說不 全部人在等著你 CAMMAN 導演PA 所有的劇組的人 是等你一個 跳下去拍 你不可以說不 是一個專業的表現 我覺得今天 大家看不到鏡頭 在後面的攝影師 有說了背心微笑 應該都知道 是 做些行李都知道 我朋友問我為何會請Amy上來聊天 因為我在認識她這段時間 都發覺做藝人 雖然她們不是傳統專業 但她們很多位朋友 有背幕後的朋友 對幕前的朋友 都有一個很專業的精神 是的 我經常聽你說的故事 所以我請你上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拍攝時 可能有些危險的動作 我見到會親身上陣 大家都想拍出來的效果好 都會自己親身去做 好像在一層樓跳過第二層樓 真的自己吊著一條歪丫飛過去 我們沒有人幫忙 當然有些舞師在側近指導 但都要來有那個膽量 剛才你說這件事 我想起初認識她的時候 我第一個跟她說 對不起我未見過你 我真的這樣說 但後來她去聊聊天 想起她的影像出來 我記得那時候有看電視 我們現在的拍攝 記得有一幕 好像TVB有一班人去澳洲 拍這個旅遊劇 旅遊特質 她跟我說 我不是在那裏面 是不是那個哭到收不到聲的那個 你有留意 就是這個 厲害 Dr.Chan說的這個節目 就是我剛剛入行第一個節目 就是去澳洲拍一個旅遊節目 當時就跟Boys一起去 他們又剛剛出道 我又剛剛出道 一起去拍 為何說專業呢 事關那個旅程 就要跳Bungie Jump 要跳Sky Dive 在飛機跳下來那些 要玩跳樓機 從來未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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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個導演就跟我說的 就是臨出拍之前 就打電話說 有個節目找你拍 但是就要你跳Bungie Jump Sky Dive 你夠不夠膽做 我說 好我不怕的 我夠膽做 就去了 去拍 我還記得跳Bungie Jump 要簽生死狀 十幾樓飛來 我真的很害怕 但是 因為好笑的 為什麼我會跳下去呢 因為我站了很久 看著下面很害怕 十幾樓 我已經很害怕 但是那個攝影師 他就要跨身出去拍我 你知道 跳Bungie Jump 是一條 好像一塊的跳板 那樣的東西 是的 攝影師 不單止我跳有壓力 他也有壓力 因為大家都如果 做幕後就知道 要拿著一部很重的攝影師 他就托著攝影師 就等我跳下去 等了五分鐘 我還沒跳下去 他說 你行不行啊 你不行你出聲 我很累了 我說 好 行 我就飛下去了 因為他一句 是的 他行不行 這件事就飛過去了 那種感覺是怎樣 很害怕 玩Bungie Jump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試過玩 不停哭 但是 一邊跳 一邊跳 一邊哭 因為我其實不想跳下去 但攝影師說 你跳了嗎 好累啊 我一下就跳下去了 然後都收貨 當然怕 因為要綁著腳 跳下去又彈上來 又跳下去又彈上來 其實是會有回彈力的 跳下去之後都OK 收貨 拍完之後 還有另一件事 除了跳Bungie Jump之外 還要玩跳樓機 那個導演 我很記得 導演 他就叫我 拿著攝影機拍攝自己 那怎樣拍呢 那我不懂 所以我第一次拍攝 他說 你坐在那個跳樓機那裡 那張椅子 拿著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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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攝影機 就像那些恐怖分子 其實都真的害怕 我坐在那個跳樓機上面 一邊想一邊說話 很開心 今天來其實很害怕 內心一直都 你知道那些外國的跳樓機 四十幾層樓那麼高 腳下面是海 海洋 你想想多害怕 我拿著攝影機 一邊上去拍攝 旁邊的外國人 Hello 說Hello 上去最頂的時候 就掛著攝影機 下來的時候 就扭著攝影機 扭著 因為其實玩攝影機 要貼著背部 下來 扭著攝影機 動不動 下來 導演就看 playback 哎呀 拍不到 剛才 沒有攝影機 我們拍攝 其實沒有攝影機 你說得多好都沒有用 又要上去一次 又來過 又上去拍過 又要說那番話 其實 再下來 導演就說OK 這件事都是很深刻的拍攝的時候 聽你這樣說 看你這樣說 看你眼泛淚光 就很慘 我覺得蠻難忘的一件事 因為 幾天之內 要被人扔下街三次 蹲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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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著蹲著蹲著 跳飛機 萬四尺 上去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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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萬四尺 然後 後面有個人就說 Are you ready 我說OK 然後他就和我一起跳下去 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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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 穿過雲頂 有些雲 我跳下去的感覺 好像很多針刺 因為大家都知道雲是由雨水造成的 跳下去就好像針刺 很有趣的 三件事 哪件事最害怕 哪件事最害怕 我想是Bungie Jump 因為你要克服那件事 你要克服那個害怕的感覺 才可以跳下去 因為你越站著越想越害怕 是 其实你一来不想就飞下去就不害怕 再做一次可以吗 现在年纪大了些就未必这样 那时候小孩子19岁什么都可以 小朋友不怕就上去 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人生有一次 这样的经历已久 其实做艺人真的上山下海什么都要 要的 而且我觉得做艺人要饭饭精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讲到每一样东西都要懂些 譬如突然间有一个节目要你去拉二胡 你可能要在一两日排练的时间 学会拉一首歌 可能这一样是一个普通人要学一两年 才可以做到的东西 但一个艺人要很短时间一两日之内要拉到 或者你要一套剧要做一个打驴 我们要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一个礼拜内 学会一些招数 可能蛇影雕手 鱼狼拳 我们要在很短时间学 但别人可能要学一两年 所以我觉得艺人每一样东西都要懂些 我们亦都要表现出一种好像很专业的样子出来 例如像你拍剧的时候你做一个医生 你怎样可以做到那个样子 其实要留意别人 以前也有些演艺的老师说过 好像罗冠蘭姐姐 她那时候也有教我们演戏 她说你要留意身边的人 例如像你坐地铁的时候 你有空可以看看人在做什么 为什么她会做这件事 可能背后有些事 你可以有幻想 我自己会 变成拍剧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到 譬如像我要做医生 我可能要留意Dr.Chen 你平时的表现 我就可以在拍剧的时候 做出这种专业的形象出来 所以我们所有事情都要细心观察 很多时候 艺美你现在主要是做主持 你觉得做主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还有分享 例如你说 有一个年轻人我想入行 做演艺界 一个人可以唱歌入行 你觉得会不会主持 其中一样可以朝这个方向去 是否一个好的方向去做 或是 我要去拍剧哪样好些 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能力 我觉得我自己自知 我在主持方面比较好些 当然拍剧我也喜欢 如果有角色 我当然会不断尝试做到最好给观众看 但主持又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因为我做东张西网 每日我去看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每日做的新闻亦都不同的 很多的时事 一些的娱乐我们都会去追访 其实都会挺特别的 每日做的事 很突发的很多事 好像当时 码头围堕塌楼事件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到现场採访 看看是什么情况 有时比你对新闻队更早 其实差不多时间 我通常东张西网去到的时间 都跟新闻部的人在一起 很多时候要访问一下家属的意见 或者他们怎样想 或者现在的感受是怎样 都挺震撼的 是的 其实很震撼我 我第一次见到香港临楼 整座楼没有了 很害怕 那当时可能是在里面挖住 是的 在挖住 不断地 还有 那时在一间酒店 湾仔有某酒店 就发生了怀疑沙士事件 那时早两年前 2009到 2009还是2010年 我不太记得那个时间 就怀疑有沙士 那我们真的很害怕 大家都经历过沙士那段时间 要戴口罩 就是小小东西都要消毒 那我 那个监制打来说 哎 我们要做这件事 你明天有空吗 我说可以 那我就去了 第二天 就抱着口罩 就去现场访问 其实都很害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沙士那时的威力有多厉害 那我们通街在那里访问 问一下那些人 怕不怕 住在附近的住客 会不会担心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都很难忘 那些事情 是啊 好 我们下次回来 一定要问Amy多些亲身经历 特别在访问期间 有什么再特别的事情 好 又来到我们的另一节 是 Amy问问你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 知道你的成长过程 你有少少的 做主持的遇到的情况 嗯 我想问你 其实一个电视艺员这一行 对一般的大众市民的朋友 特别年轻的朋友 很好啊 刚才我之前提过 会不会真的又 又赚到钱又开心又 又好像很容易 你怎样说苦与乐 我觉得做一个成功的艺人 是不容易的 是 因为当中你都要经历很多 才可以做到 那 你不会一来 就可以做到最红的花旦 最红的小生 你一定要捱得 我们这一行最重要就是捱得 还有要 就是 专心去学习 你说捱得呢 譬如说 周恩法 去到国际级的明星 以前他都在做老人甲 在后面站在那里 做客户是什么 文家转棋 都站在后面 我们不许文家转棋 我知道做士兵 是 即是行的十年至二十年 是 投资期很长 还要跑得出 最近 黎耀祥先生 甚至乎 是 借天华 拉斐哥 我都记得听过 这一两年的事 之间可能等了很长 甚至乎他在红一轮 可能又不见了他 是 那你心情如何去准备 例如你现在 可能就到你 是 因为你已经八年了 十多年了 你怎样看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要 所有东西都平常心 因为 这一行太大的起伏 可能你今天去到一个高位 去到第一 但明天已经跌到谷底 可能 所以那个起伏是很大的 所以心理质素很重要 你要承受得起这件事 平常心 和谦虚做人 一定要 这一行一定要谦虚 如果一来出来 我最大的 你们个人最小的 那不行 最重要 这一行就要谦虚 就是觉得 永远都是自己 要跟别人学习 因为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你都可以学到东西 不一定是自己 所有东西 所以 都要 虚心一点去学习 还有 最重要就是 勤力 因为熟读一些的剧本 熟读一些的对白 永远都没错 其实准时也是很重要的 准时当然重要 因为 准时你可以整个流程 都会顺一点 不会因为你一个 而影响到整件事 所以 我都很同意Dudu姐的做法 因为Dudu姐是很准时的 准时到会早5分钟 10分钟这些时间 已经在准备好 我一向都是以她为这个目标 就是做主持 无论是做人都是一样 准时 还有 谦虚 我觉得Dudu姐真的很谦虚 每一次见她都是很nice 很谦虚 做主持当然也是执生能力很好 都是一个学习的目标 你觉得年轻人这一行 你觉得有什么条件 你觉得应该做这一行 你觉得很对的 要等十几年的 可能不行 如果你说你自己走过这条路 因为你可能是中室毕业 已经在这一圈里面 是 哪些朋友你觉得成功机率大一点 是否一定要很漂亮 特别聪明才可以 我又不觉得特别漂亮可以成功 亦都不觉得特别聪明可以成功 为什么你说漂亮 我不是说什么的 例如好像黄祖南那样 她的外表不是很英俊瀟灑的 但她都可以很成功 因为她是很谦卑的 还有她有一份的努力 她自己的想法也很好 天才当然都有她的因素 但都要有机会 你没有机会 都没有办法可以 让你表现到天才的一面 其实想起来 香港很多大的电影明星 都在无线电视出来 是啊 大部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地方 也是一个木人行 很多韩国人都知道 TVB是一个木人行 就是在这里做得的话 出到去都是打打的 是啊 没错 就是很庆幸 这几年之间都是在TVB长大 因为在这里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是不是很行的说 真的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例如做东章西望 每一天见的东西都不同 每一天访问的东西都不同 每一天学的东西都不同 每一天学的东西都不同 每一天学习了很多东西 一些小常识 娱乐的资讯 自己都知道 劇集的 你去演绎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你当然都会去经历一下这件事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你去 你不会自己无忽的 好像精神分裂 那变了两个人 但是你拍戏就可以 好像精神分裂 你今天是一个医生 明天是一个律师 后天是一个会计师 那你怎么抽你的角色 是不是很难 其实我拍完 有些人 有些艺人 拍一个角色 太投入的时候 会很难抽你 那我自己也OK 可能我未到家 很多的演艺的前辈 都很投入去做一个角色 是连平时的行为 都会变了个人 不知为什么 是很有趣的 因为他们 要去惯了那个模式 才可以做到那个效果出来 我希望都可以做到这个 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 看综合性的节目 可能是宽露今宵也不一定 我做观众 当然不要说请拍掌 没有那个信号 发觉在广告的时候 突然间 来啦 摄影师跟我说 来啦 看着他们个个 大家不理睬 突然之聊天 好像聊了很久 很厉害 很快要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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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假的 真的在演戏 又不可以这样说 其实要有一份的 当那个人是你朋友 要立刻来 就当他是朋友 立刻来 所以这行的人 很多都是朋友满天下 你自己有什么梦想 你现在香港小姐做过 选过 是 是 电台的主持也做过 是 电视台的主持 是 剧集也拍过 是 还有什么想做 我想 其实想拍电影 因为从来都没试过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做一些电影 什么角色都不要紧 最重要就是 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另外我觉得电台DJ都可以 是吗 因为我没试过 我觉得很有趣的 听着听着多 电台DJ就要一脚踢 要自己写稿 自己推机 自己播放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因为 你学了之后可以不生受用 很多东西 都挺好的 另外自己希望在主持方面再发展得好些 可以成功些 我见你的人缘都很好 多不多朋友在圈里面 都多前辈的朋友 是吗 是 很有趣的 因为 比较多一些前辈的朋友 艺人 跟我一起聊天 可能自己都想在他身上学 他们都觉得 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挺好的 教她多些东西 身边的朋友 都是一些比较成熟少少的艺人朋友 是 是 当年你们选港这群朋友 多不多是在圈里面发展 其实 都大部分都没有 很多都结婚生个儿子 是吗 是吗 我希望有朝一有可以 暂时都是在事业为重 我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都可以在事业上 可以再闯一番事业 其实我又听很多艺人 有时候去登台 走浮 找真银 多不多些机会 我都算多的 因为很多艺人朋友 可能做了二三十年 未必有机会 又可以出去登台唱歌 但在我做到这麽短的时间 已经有机会登台 其实我很开心 我现在都有帮一些商会唱歌 帮一些区议会 做主持 另外都有去登台 之前曾经同过台正销 一起去了美国那边登台 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赚很多钱 应该 OK 我当是一个学习 你难得去到外国 又可以唱歌给外国的朋友 其实是很开心 又可以当去旅行 希望多些登台 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前 没有听到 Amy希望可以拍电影 可以多些登台 很贪心 好像 当然 做艺人 当然想多些不同的发展 如果你单单做一件事 未必可以那麽巩固自己的事业 全面的艺人是比较好一点 Amy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有关于演艺圈 你是一个80后成功的其中一位 不要说成功 你会怎样去看香港社会发展的事 譬如现在香港也有很多游行文化 很多都好像不是那麽开心 但其实我想你的角色看会很 我想听你的看法 为什麽呢 你真的由17岁讀书出来 已经在一个大的圈里面 其实都很复杂 为什麽呢 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入到 每个不同阶层的人 不如说去娱乐圈 你也生存到今天 非常之好 你觉得香港社会有什麽感受 特别是第一身到现场 你会怎样觉得香港的情况 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样去 在这个环境下做得更加好 你会怎样看 我自己学多得昌华債 我是一个80后来的 可能在这一个香港社会 很多人都会觉得 80后都是应征学懒 都是没什麽责任心 懂得埋怨 其实我觉得不是 其实很多的80后 现在都是很努力的 都是可以很成功的 可能自己都是一个80后 所以都会和他们平反一下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 我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一些80后的朋友 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去做事 我觉得希望社会上的人 会对我们80后改观 因为我们都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主见 是希望可以带到给香港人知道 可能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言论 可能引发到大家的一些误解 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声音 可以在社会上得到别人的 认同 认同 因为香港是一个民主社会 80后为何不可以发言 我们发言也不代表我们是 说得不好 只不过是将我们心里面的说话 说出来 我觉得不是集中说80后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同的 什麽后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 其实这就是我们正正做这个节目的其中的原因 就是希望多些朋友 大家多些沟通 多些了解对方 很多事都很容易谈 是的 我们80后都是生存在香港社会 当然希望我们香港社会更加好 当然希望没有那麽多怨声 希望没有那麽多不同的一些游行 因为我们当然觉得 现在不够才走出来说 是的 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 希望会更加好更加美好 共建一个美好的香港 那何时会放假 我暂时都不放假 最重要是努力点工作 希望我们80后可以快点上车 是的 好 Amy 我们今天都谈了很多 不如这样 在最后这部份 是 我给你一个机会 和很多有机会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你说下你自己对自己将来的希望 就是说刚才我们提过 可能想发电影那样 也想说对香港的期望 我再来想听你说多一点 因为Amy是因为她的月历 刚才我提过 在有机会 接触社会这麽多不同阶层的人 是 她是一个很勤力很谦虚 亦都是感受到香港民间很疾苦 因为我见她是中中西网 有时候我看节目 真的什麽节目都见到 什麽情况都见到 你说有些人在哭 你都要去安慰她 还要问她 心情是怎样 是 我很想听你说这番话 其实我做节目 就经常都会去到一些 比较 不可以说是低下阶层 叫做普罗大众的社会 那里深入了解他们 有时候会见到 一些板间房那些地方 就是 好恐怖 我觉得是龙屋 是一个龙 是只可以融立一个人 躺在那裏 像个棺材那样的位置 就是一个房 我觉得很恐怖 为什麽是一个 这麽先进的社会 竟然会发生这些事 当然希望每一个人 都可以安居乐业 亦都曾经去一些 天桥下面 去访问一些老宿者 我发现 为什麽会有老宿者 二十多三十岁出来 那麽后生的人 是 是 是做老宿者 原来他们竟然 是因为 现在租金太贵 那麽变成了 没有得租到一个地方住 那宁愿睡天条底 那麽 就是当一个地方 睡觉 跟着第二天又去工作 那麽我觉得是 这些事不应该是 一个先进的社会那麽 那麽我希望 就是 住屋的问题 希望可以更加改善 那麽楼价方面 可以调整 那麽 那麽 现在世上太恐怖了 香港社会的楼价 那麽 就是好像我们这八十厚 想上车也上不到 其实我们不是胡乱谈 即是想 真的是 有一个机会可以 就是 在这个社会可以按居 落叶 那麽 还有 其實 为什麽会有这麽多怨声 其实可能 真是有些不足 有些地方 那麽我覺得 可能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決定 應該多些聽不同階層的意見 Amy今天很感謝你上來和我們聊天 我可以和大家保證 在北的將來我又會再速上來和大家聊天 多謝你Amy 我們剛剛和Amy做完訪問 其實在訪問這幾個環節我都很享受 因為我有機會和大家分享到 由她一個成長的過程 剛才她參選香港小姐開始 中間她遇到的困難 她跌倒 這件事我感覺很深 如果你有機會練了這麼久 自己剛畢業中學畢業 她有這麼好的機會去發展 而在臨門一腳突然一線腳跌倒 隨時不能參選 大家想想那時候要再站起來 重新來過 她的勇氣是不少的 加上剛才她聽到她說 在接受訪問的環節 也抽到最難的問題 她都可以很輕鬆地帶過 其實對我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有很多時候 自己遇上她做一件事 相對是很順利 如果聽到Amy剛才的經歷 其實發覺 是一點都不容易 遇到問題 克服了 重新站起來 她過去在演藝圈 這七八年裡 我想大家很多朋友都認識她 見過她的演出 她今天一定不是大紅大紫的阿姐級 但你見到她對每一位工作人員 對我們朋友上的謙虛態度 正正就是我覺得應該 我們這一代人 是要支持這種做人的方式 和學習的態度 她經常跟她說到 要勤力 要謙虛 等機會 其實我們都知道 做藝人這一行 我們見到的大明星 都已經是明成利就 但剛才她也說 一間電視廣播限公司 裏面有七百百人 有很多人的人工 都可能不是很高 她等的是一個機會 所以大家 律師手持 即是負心自問 如果自己有機會 不去把握 相對有很多人 就是等一個機會來講 其實我們是否糟蹋了很多 應該要做的事 剛才Mimi也提出 她一個藝人是要多方面的 除了做主持拍劇集 甚至希望有機會做電台 拍電影 我覺得她有這樣的看法 希望能夠 好像大家跟我一樣 給她的精神 她的活力 她的態度感染到 大家去見識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這是我衷心的希望 我們下一集再找大家 和大家去深入的聊天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得著 再見